提升要拆违建而且226户20号之前都要拆完 但是现在其中104户他们宁可多花三倍的钱也要自己拆 关键就在于自拆违整只要恢复到建管处的规定就可以了 但是只要等到拆除大队上门那么就是移成了平地 如果以20平的违建为例的话自拆大概要花7到8万 拆除大队是2万 而这个价钱呢有落差也让台北市政府不排除 未来要调涨拆除费 这个月20号就是台北市自行拆除违建的最后日期 而目前已经有104户进行改善 这一栋的松江路大楼就是被建管处点名的违建之一 目前还在改善当中 撒砖瓦 具铁架 拆除工人一早就开始动工 北市府从去年底公布226户继承违建要拆 目前已经有104户民众决定自己拆 自家的违建自己拆 关键就在于只要回复建款处规定即可 但如果拆除大队上门直接打成平地 这也就是为什么违建户宁可多付钱也要自己拆 20到30平的话我们大概是抓7到8万 然后其他的话就看那个你的楼层数是需要用到吊车之类的话 再做追加检这样子 实际比一比20平三房格局主要是专幕的建材 屋主制造包商工资加上清运费大约7到8万 拆除大队则以评数计算 不含清运大约2万块价差三倍 让北市府考虑要调涨拆除费用 如果被市政府查到了要求拆除了 也等着让市府来拆 反而比他们自己改善来的便宜 物价上涨hold不住让北市府研议要调涨拆除费 改成花多少就和屋主收多少 我们希望拆除违建的收费可以按照实际花费的费用 由这个违建所有权人全而负担 调涨拆除费可能会提高民众自主拆除意愿 但又会质疑市府是否要收款盈利 也让时拆时收的提案有待经验 东三财运新闻萧涵瑜伽好台北报道